因為我覺得我回想起我從一開始 還沒出道之前到今天 所有的成長 對於追求夢想這件事情 我好像都是從很多的生活中的不被看好當中 一個一個的去努力的去挑戰跟證明自己 自己喜歡的東西元素是可以變成一個 真正幫助事業的動力的 那今天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很真實的 親自經歷過的事情來跟大家分享所謂的音樂的路程 去年張專輯是有種的怎麼可以 其實這幾年我都一直在從自己的人生中找一些靈感 找一些真實的事件也好 或者是情緒跟故事放到作品當中 所以像上一張專輯和自己對話 就是一個很私密的一個作品跟一個概念 就是去探索自己內心的世界 我覺得在每一段時間的自己 經歷人生的不斷的時期 其實每一段時間的自己都不太一樣 所以當你去用這樣的概念去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的時候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發現 對啊 其實下禮拜的這個時候就是進去講 現在是怎樣 我其實盡量沒有去想太多啦 因為基本上就是平常心 能夠入圍其實真的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因為尤其是這張專輯來說 付出很大的一個挑戰跟突破去 去希望可以玩出一些新的音樂 玩出一些可能跟以往不一樣的一些樣子 那能夠受到大家的矚目跟評審們的肯定 我覺得很開心 已經很開心了 最期待嗎 最期待嗎 我去年好像入圍了最佳製作單曲製作人 那今年入圍專輯製作人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值得開心的事情 當然會比較嚮往在音樂製作上面的一些肯定 蠻期待的 如果有機會的啦 因為講到這個我就開始緊張了有沒有 不提這個其實還好 就平常心 那一起角球歌王都是第一次碰到的對手 有了解過他們的音樂作品嗎 覺得誰是最大的經典 這段時間有去稍微聽了一下 我自己蠻喜歡Matsuka的 他的音樂風格也好 他的音樂故事跟他的聲音跟唱歌的感覺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對啊 從以前到現在其實有很多的N史對不對 然後包括自己自己的那個 我會寫作的 好像也是之前你邀請老師幫你做 對 我其實每一張專輯都會堅持 一直用比較習慣用的一些 比如說做直搭檔也好 或者是做音樂的夥伴們 我覺得有些東西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很好的默契 我希望這些元素是可以繼續做 繼續下去的 對啊 當然也會給自己一些空間去 去嘗試跟新的音樂人一起合作 之前沒有合作過的 一起去挑戰一些新的領域 對啊 因為我發現最近好像才蠻常直播的 好像變得很會講話嗎 沒有 我覺得直播好處就是在於 你可以自己選擇 什麼時候要直播 什麼時候不要直播 因為當我每次直播的時候 都是一種 臨機一動就是那種現場即興 有感覺的時候 有衝動的時候 我們來直播 捕捉一下現場的畫面 值得紀念也好 或者值得跟全世界分享的那種 那種感覺 很真實的那種感覺 比如說像前陣子跟好朋友 張書豪一起唱歌 在家裡聊天 就可以 好像感覺 這個東西不跟大家分享 會很可惜 因為我們真的是吃一下好朋友 然後最近就是很開心 能夠又再次見到林書豪 跟他一起打電動 我覺得就是 把很多點點滴滴 很好玩的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覺得電動很會講話 有沒有考慮要開節目 很會講話 他哪有很會講話 我沒有很會講話 去看李家威的那個新北市演唱會 他們那一段我真的看到 我在電腦前面看到很汗直流 真的 我那天剛好在感冒發燒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我那天出來有一點自己覺得好像 又飆高音 對好像自己在搞笑一樣 有沒有 因為平時的自己是不會唱這樣的歌的 對 雖然說我的Key可以唱得到 但是也不會在很正式的場合 選擇決定做這個表演 因為它是不太適合男歌手的歌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天我已經生病了 或出去 沒有啦 我的口稱一下來都是 不是太好 對啊 所以昨天林舒豪有跟你搶一下 說唱歌不能好聽 有沒有 他說他打電動比我好 然後唱歌也比我好 我覺得我想要回他一句就是 唱歌比我好沒關係 但是打電動不能比我好 所以我要努力練習 我要下挑戰書 下一次我一定要勝過林舒豪 所以你會模仿林舒豪嗎 模仿啊 對啊 不太會耶 不太會啦 我再學習一下 所以你覺得他在影片中唱的那一段 你跟他的評價 我對他的唱歌評價 我覺得他唱得很棒 但是我其實被他的畫面帶走了 因為他在唱之前 他翻了一個大白眼 我記得 我記得我在看影片的時候 剛好因為他會自動播放嘛 他自動播放 然後我就想要暫停 結果剛好暫停在他那個大 翻白眼的畫面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最搶眼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對 林舒豪真的 不只會打籃球 也會打電動 也會唱歌 然後也會搞笑 嗯 張哥好像 張哥好像昨天臉書的 比較聽會的金曲獎 你一定要有什麼東西嗎 對 因為事情有先後順序嘛 那金曲獎 大概幾個月前就迎接了 沒想到之後 因為主持了福寶健的粉絲見面會 他們是同一家經濟公司 那對我還蠻有信心的 所以 馬上就來了一整排的行程 比如說什麼 北京啊 香港啊 台北啊 整個送中機的tour 那我一看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尤其是金曲獎這一天 就撞場了 那當然也有人提議說 要不要乾脆就邀請他結束之後 來到我們金曲獎 那順便來就是幫我們頒個獎 那這個事情我們這兩天 會試圖去接觸看看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們也省了機票費啊 既然人都來了對不對 共襄盛舉 不過就努力看看吧 我們做典禮的 我的心態跟川哥的心態都很像 我們都是一定會努力到最後一秒 曾經也想過請JJ來表演啊 JJ我們想說後來算了 讓他專心當一個得獎 壓力太大 對對對不要給他壓力 讓他享受這個盛會 所以請 請再給我們一個禮拜的時間 也許會有不同的好消息 嗯嗯嗯嗯